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关 今天11月18号了 小雨的一天 现在天上飘着毛毛细雨 我在寒风中给大家拍视频 今天真的也是挺冷的一天 不过再熬过今天明天就好了 明天最高温度就有17度了 然后过完明天以后 每天又是20多度的温度了 真舒服呀 小伙伴们看我的这颗雨滴 现在是不是状态越来越好了 真的是好漂亮呀 我发现雨滴就要种在这种大盆里面 养出来才霸气 如果今天有太阳的话 拍出来的视频应该会更加的好看 看到了这颗雨滴 我想起了我的那颗雨滴井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 小伙伴们看 我的雨滴井 娇艳雨滴的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它了 它的颜色真好看 现在这样服饰图 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那个小白帆了 而且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那个桩子 经过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 你们看已经这么粗了 漂亮吧 上一次我扒的那个雨滴井的那个叶片下来 我想尝试一下叶叉 全军覆没了 它真的是跟雨滴一样 雨滴我只有一颗叶叉成功了 其他都失败了 这一颗就是我叶叉成功的 老粉丝应该看着我给它换盆的 你们看 它这下面也长了这么多小雨滴出来 长势可真好呀 哇 这边还有一个头啊 我还以为只有两个头呢 哦 确实只有两个头 看来我没有记错 嗯 你好好的长大啊 明年春天如果你再抱几个小崽崽的话 我就给你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好不好 哇 你们看它这个桩子 比我的这个食指的手指还要出了 小伙伴们还记得上一次 是什么时候我拍过一期视频 然后呢 我扒了这个绣眼井的叶片 嗯 粉布藕井的叶片 还有这个彩虹糖井的叶片 还有劳尔井的叶片 你们知道成功了哪些吗 如果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 这两个成功了 然后这个扒下来的叶片全均覆没了 它扒下来的叶片也全均覆没了 但是我发现了这个品种特别容易包头 如果以后要繁殖的话可以把这个小侧头取下来 嗯 繁殖 这个品种也是特别容易包侧头的 而且下面包的这个侧头都是全颈的 全颈的这个你把它剪下来还不容易养活呢 然后我发现这个彩虹糖井啊 长得特别的肥厚了 而且它这下面也包了好多小崽崽出来 看 你们注意看它那个生长点 红色的生长点上面又在发小芽了 真好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粉布藕井 小伙伴们还记得吗 10月13号移到这个盆里面的 还不错啊 长大了一丢丢了 这一颗是彩虹糖井 哇 你们注意看它的这个地方 不停的在裂变 难道它会坠坏吗 这个还真不好说 这两颗现在我可宝贝了 几乎都是放在玻璃棚下面 然后放在玻璃棚下面 到中午的时候我都不会让它去晒太阳 我都会把它又移到那个更阴阳的地方 就是中午都不让它晒隔着玻璃的太阳 我怕把它这个小芽给灼伤掉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小伙伴们 这两个井大家都知道的吗 叫冰片井 也叫铝王玫瑰井 这两个井小伙伴们尝试过夜叉吗 夜叉成功过吗 等会我想扒一点叶片下来看能否夜叉成功 如果夜叉成功的话 到时候又可以分享这个叶片 给大家尝试一下夜叉的乐趣 今天我要干嘛呢 今天这一颗雨滴井 我想给它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盆 我准备了两个盆 小伙伴们看 这个盆是MON化的 好漂亮 我一直都不知道要种什么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阿猫丫头化的 但是当时它寄过来的时候 就是摔破了 我爸又给它补起来了 你们看看种在哪个盆里也好看 这个是这个盆 看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如果把它种上去的话 感觉这个盆有点小啊 这样俯视图好像也看不到那个盆了 盆口近了 然后种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啊 但是我有自信 我觉得就种在这个大盆里面 它也许会 装置会长得更粗 然后没准给我抱一点小头出来呢 现在它都还没有抱小头的迹象 我想把它就种在这个盆里面 行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吧 然后 这个的话 你还得在我的架子上面摆一摆 到时候看看适合种什么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盆适合种什么 种白鸡好看吗 我觉得种白鸡应该也挺好看的 我先来扒一下啊 小伙伴们我先来扒一下这个 女王玫瑰琴的叶片 看看能否叶擦成功 现在想挑战一下自己 叶擦一点这些带紧的多肉 哇这上面的枯叶 确实一直都没扒过 试一试 早知道就不应该浇水了 尝试一片吧 一二三 哎呀我的个马呀 放弃 哎呦 真是不好扒呀 不就是扒你一片叶子吗 你还给我闹脾气 我再试一下这一片 确实不行小伙伴们 别妄想了 空里一个星期的水再说吧 这里面的枯叶还挺多的 哎呀 全都扒失败了 得得得 那个冰玫瑰菌还挺护肚子的 不扒了不扒你了 来吧 现在给这一颗托土 哇多美的 很多小伙伴不喜欢这个雨滴和雨滴菌 他们觉得这个妞子好怕 我反而还喜欢看她这个妞子呢 小伙伴们 这颗的话我应该是 今年才种进来的吧 我不想给她过多的修根 我就准备这样种进去了 等会把边上的这些土给她弄一点下来 然后让她跟那个新土 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就这样直接种 这下面用的是麦饭食店的底 这个麦饭食好脏啊 没有洗过 下面是这样的一些土 就是我拌下来的一些多肉 然后利用的他们的一些成土 好费好费土 大盆可真费土 看见我给你装了这么多土的分伤 你起码得给我长得起码得肥壮一点吧 然后放一点这个土 小粉药来一点 控制肥来一点 小粉药来一点 来吧 下面的土还放多了 把边上的这个轻轻的给她扒拉一下 这样它浮盆会浮得更好 它的这个成土跟这个新土 就容易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根吧 就容易往新土里面扎 小伙伴们我好像失散了 我这土放多了 这个扎整啊 给我看一下 这里有多玫瑰花 哎呀不过这一颗雨滴吧 我觉得怎么种都好看 因为它本身长得就很周正 我想给它种深一点 来吧再扒一点土出来 好就这样了 天哪小伙伴们你们看 用这么大的盆来种它 也不显得这个盆大呀 这个盆的口径应该有14公分吧 来铺面咯 看去这 这一下肥叶给你放得这么足 那么大的豪宅 你得给我多生几个娃出来啊 不多生几个娃 你就多长一点叶成出来吧 哇好漂亮的小伙伴们 哇这一颗我把它牌子重新做了一下 11月18号 录注到我们这个豪宅里面的 下面我们来给它浇浇水 浇水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麦饭是太干了 我会稍微清洗一下 这样它的那个上面的浮沉啊 就会被水冲走 雨滴井啊 你可得好好蒸汽啊 你是那几个带井的多肉里面 展示最好的一颗 当然其他的那几颗也非常棒 其他的那几颗呢 就是去发展他们的娃娃去了 就去抱仔去了 它的话就是依然 还是这么一颗美丽的大干桶 哇真好看 小伙伴们看 这样看的话这个盆也不算大啊 美美的 好了 明天天气就好了 你就乖乖的长根吧 谢谢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